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为了避免群聚 最好的防范措施就是戴好口罩并且倾心手 旧国团花莲市团委会在日前 就制作了一批茶树精油干洗手艺 赠送给花莲市公所以及幼儿园 希望能够作为第一线公所同仁 以及小朋友的日常防疫必备用品 旧国团花莲市团委会带了一批 制制茶树精油干洗手艺到市公所 捐赠给在第一线和民众接触的公所同仁 以及幼儿园当中小朋友 希望在防疫期间大家做好万全准备 那政委也在团委会的前辈们的支持之下 来接任这个棒子 那也感谢代表会的同仁 包括我们江陆林江代表 那还有陈慧琴臣代表 黄大祥黄代表 一同加入旧国团的大家庭 那期盼在我们一同努力之下 然后继续插量旧国团的精致招牌 来为我们社会付出公益 来为我们社会来服务 市长沃家贤感谢团委会会长 李正伟等人也呼吁社会大众 在防疫期间 要以最严谨的态度来做好防疫措施 那今天特别谢谢我们旧国团 花园市团委会的李正伟会长 还有我们江陆林代表 陈慧琴代表 还有我们黄大祥代表 跟我们许章李会长 还有我们前会长邱继豪前会长 一同来到花园市公所来制政 旧国团所精心制作的一个茶树 精油干洗手艺 那给我们非常辛苦的第一线的同仁 能够来使用 那我们知道非常多 我们在公所有承办很多 跟民众切身有关的业务 那在业务的承办过程里面 难免会接触到非常多的民众 但是基于防疫的观念 那我们希望也是呼吁我们同仁 能够多多来做一个 自我保护的一个动作 那也给我们幼儿园的孩子们 能够来共同来使用 同时要恭喜我们会长 新旧任 还有非常辛苦的我们邱前会长 那也把旧国团带得非常好 那在此也卸任了这个重担 那希望未来旧国团 能够跟花莲市持续的 保持更多合作 更多密切的一个互动 团委会会长李正伟表示 防疫期间各单位 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酒精消毒液 团委会今年特别取消会长交接参训 把经费转移 作为办理消毒液的制作课程 这次制证的茶素精油干洗手液当中 含有酒精成分 具有消毒功能 茶素精油也具有滋润效果 可以避免皮肤敏感的人 因为酒精而受到刺激 救国团 华莲市团委会 在 解释的群 华莲市报道